说穿了 Apple Care其实就是为了用来 延长Apple产品的Volentity 很多人为了省下这笔钱 而决定不购买它 那么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大家好我是三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Apple Care值得买吗? 需要买吗? 这里呢我就和你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终于我打一个小广告 三号TV会一直更新关于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一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号TV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 事情是这样子的 有一天在我使用这家MacBook Pro的时候 隐隐约约我可以在这个荧幕的底下看到很多虚线 而且越来越多 越来越厚 我当时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就整个人心呆了 然后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价钱 如果要换一个新的 然后再安装的话 需要马币2400 这个等于是600美金 但是我就在想 我现在也找这一笔钱呢 不过呢 有问题还是要去修的 所以呢 我就带这一家MacBook Pro 到Apple的服务馆去维修 后来那里的客服是这样子告诉我的 嗯 你不用付任何一毛钱 你的电脑还在维修地哦 那时候我简直高兴的说不出话来 所以如果我那个时候 刚好没有维修地 而且又没有购买到AppleCard的话 那么 我觉得花一笔很高的维修费了 所以我给在看这影片的你的建议就是 AppleCard其实是很重要的 关于AppleCard这里有三个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 AppleCard的种类和期限 AppleCard有分两种 一种是AppleCard 另外一种是AppleCard Plus AppleCard Plus主要是给 iPod和iPhone的 而先是 MacBook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iMac Mac Pro 都是使用AppleCard的 AppleCard呢 是有三年的保价 而iPad iPhone 就最多只可以 extend到两年的保价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在哪里可以购买到AppleCard 你可以在它的官方网页 或者是你在购买这个Apple的产品的时候 可以在他们的分销商那边买到这个AppleCard 第三 什么时候可以购买AppleCard 它们也有分两种 AppleCard Plus 你就必须要在购买Apple Pro 的60天以内购买 至于AppleCard 你就必须要在 买Apple Pro 的一年之内购买这个AppleCard 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就是 这消息我是从 Apple分销商那边得到的 它就是说 AppleCard只可以购买一次 而且是不可以extend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在使用Mac的时候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